今天做的这个款式是参考了IJ上面 Blooming Art by Summer老师的款 那Blooming Art by Summer是老师现在的IJ名字 之前他好像还叫过Summer Blooming和Summer Wu 不过不管他叫什么名字 他都是我女生 Summer老师的美甲款式非常的有个人风格 每一款都超级超级超级好看 我最近比较喜欢的是Summer老师的干花美甲款式 从款式配色到材料我琢磨了好几天 最后做出来的美甲款式吧 虽然说是照猫画虎 只学得了一点点的精髓 但是我个人已经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了 所以说Summer老师真是好结韵你的 首先没什么可说的 就是前处理做好以后涂底胶 照灯后 食指用Evergel的A18和B28两个颜色混刷 先刷A18 然后再叠加B28上去 中指先大面积的刷一些Evergel的D28 你别说这个颜色还挺好看 就算不做款式用来涂唇色 也是一个气质好看的颜色 然后叠加Evergel的B28 B28叠涂上去以后 两个颜色混到一起 特别像玫瑰即将要干枯的那种状态 很梦幻为美 无名指先涂上一坨Evergel的D07纯黑色 笔尖在美甲棉片上面蹭蹭 把黑色拍开 要是颜色拍得太浅了 就再补上去一点颜色 接着拍 侧面拍一些D28上去 咱也不知道为啥要拍这个颜色 反正你也别问 再拍一点B28上去 无名指就暂时告一段落了 小拇指的做法和实质一样 瞎X刷就行了 所以略略略略略略略 选一些干花 我这里用到的颜色是粉红色的干花和几个深浅不一的紫色干花 这样出来的效果会有序有实 更加的有层次感 用小剪刀和镊子 修剪出自己想要的部分 滴一滴加固胶 用干花没有软色的一面 薄薄的沾一点加固胶 然后贴到甲面上 把花瓣一层一层的贴好 粘过加固胶的花瓣会变得比较柔软 就像你孩子的心一样 要小心的呵护 照灯后涂加固胶给甲面找平 找平的方式我再刀到一遍 先均匀全面的薄薄的涂一层加固胶 不用照灯 然后继续加胶上去 取好胶以后 靠近指甲后缘的位置 胶可以加多一点 越靠近指尖部分胶量越少 这样可以做出一个平滑好看的弧度出来 然后等胶姿留平 没有留平的地方就用刷子辅住一下 留平后要立马照灯不然容易跑偏 如果还是有点不平 可以擦干净浮胶后 用细腻的错条打磨一下甲面 甲花将温脆弱 太粗的错条会伤害到甲花 清理干净甲面后 发现指尖的颜色被我打磨掉了一些 所以再涂点颜色着不着不 取一滴加固胶和一滴纯白色彩绘胶 彩绘胶一部分混入加固胶调和 做成混合胶 剩下一部分带用 这个亮片 让我有一种恋爱的感觉 实物更好看 又薄又闪 涂加固胶贴这个亮片 这个亮片是三号亮片 我觉得这个颜色最好看 非常出彩 照灯后涂加固胶使假面变得平滑 这个时候涂上我们之前准备好的混合胶做晕染 这次晕染我利用的是加固胶照灯后的浮胶 浮胶晕染的会更慢一些 也更好操控一些 但不是所有的胶的浮胶都可以这样晕染 不同情况要不同对待 涂好混合胶以后 用刷子拍台晕染的不够满意的地方 然后照灯 照灯后占取刚才准备好的纯白色色胶 划出比较细的纹路 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是哆嗦 使劲的哆嗦 想想小时候在炕头偷你妈五毛钱的紧张和刺激 尽可能的哆嗦 哆嗦好了以后照灯 看到这个拉丝胶了吗 我要开始鬼话服了 能看出我写的是 祝你平安勾主化才是你健康大吉大利的 你将会有一整年的好运气 照灯 用金色金属胶刻意勾一个随意的勾边 食指和小拇指涂免洗封层 照灯15秒后 刻意的用独角兽魔镜粉蹭出随意的感觉 扫掉鱼粉以后涂加固胶隔离一下 涂粘钻胶 贴上玫瑰金色的金属丝和钻石小饰品 照灯后涂加固胶找屏 给钻石加固 一般比较立体的钻 我是不在钻面上封胶的 因为会影响亮度 所以这个手指涂加固胶封层的时候 我都是绕过钻面的 细节的地方涂不到 就用勾线笔溜一下 照灯 最后涂封层 所有手指的美甲就都完成了 大拇指的做法和中指差不多 所以就没有掩饰 相信聪明的你们一定知道怎么做 好看到瓷穷 这款美甲在我心里是四月美甲之最了 我已经跟二水和大头承诺过了 要是他们表现的好 五一就给他们做这款美甲 回家过节 就当过节费了 我是美妆界甲油胶最多的梧桐 五分钟教会你这款美甲 答应我一定要做 绝对没死你 下次见啦 拜